独立罐头公司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市郊区 公司内一片片镀锡钢片被制作成五彩斑斓的容器 供美国的一些名牌产品使用 在工厂里走一圈 制造过程的每一步都能看得到 我们是美国最大的专业习惯生产厂家 使用千万吨钢材 因为川普当局的关税政策 钢材的价格都上涨了 总统征收关税的行动 对于振兴美国重要的钢铁和铝工业是必要的 独立罐头公司的确购买美国制造的钢材 但他们说公司也需要从国外进口高级镀锡钢材 才可以制造无瑕疵的光刻银花 公司表示仅仅是关税带来的产品 可能会涨价的威胁 就让他们失去了一笔200万美元的订单 接下来只会更糟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售价提高5%到10% 我们的客户就会去海外另寻商家 所以我们的情况真的很吃紧 独立罐头公司还警告说可能会裁员 公司目前有400多名雇员 公司水平远超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 一些技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了 我很成功养育了一个家庭 我不求其他的 博瑞尔说政府对钢材征税毫无道理 我们想让一些对技术层面有高要求的工作岗位回到美国 但我不认为对原材料征税是合适的办法 独立罐头公司申请了免除关税的例外关照 而美国钢材制造商对此则表示反对 说他们已经受到了进口钢材的伤害 并表示会提高杜锡品的产量 以满足独立罐头公司的需求 独立罐头公司表示他们并没有得到保证 不知道钢厂什么时候才会提高产量 价格如何以及质量过不过关 美国商务部还没有就独立罐头公司的申请表态 但透露说例外关照会很少 在独立罐头公司 人们觉得华盛顿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独立罐头公司最近建立了一条新的生产线 这会扩大他们的生产规模 但前提是他们得有足够的钢材 并且不能把罐头和容器的价格提得太高 而失去竞争力 美国之音爆慢 马里兰州贝尔坎普区报道 好 谢谢观看